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妨直说 始料未及 是好事 可也是坏事 八大仙门允许天门参赛 原本是料想天门底蕴上前 应该会被淘汰 可不曾想到 天门居然会有三个弟子胜出 拿到六座临近的所属权 你是说 会有人嫉妒我们 从中作梗 哼 我也只是猜测 但愿不会如此吧 我能保证至仙门不参与此事 至于其他的宗门 我可管不了 想必此时 双尊已经登临天门 交付开启临近的钥匙了 暗中或许已经有人有什么动作了 这话从你这个仙门翘楚嘴中说出来 真叫人意外 好了 我会注意的 天塌下来 我天门还有我师父顶着 我相信不会有什么意外的 保重 江大哥 你干嘛跟他说那么多 我有一种预感 总觉得不能与此人为敌 我希望能教他这个朋友吧 他身上有我看不透的东西 能得到江大哥如此评价的人 可真不多 掌门 喜事 天大的喜事啊 是双尊已将临近的密钥送来了吗 啊 原来您早已知道了 没错 就在刚才 云尊者一遇老祖会面 将临近密钥交付于我天门 嗯 这次多亏了反而他们争气 掌门 这明明是件大好事 可是您为什么看上去像是有什么心事的样子 唉 大长老 你看得还是太浅了 这件事是喜是忧 还未尝可知 可天门根基尚且 突然得到了如此莫大的好处 那些底蕴身后的仙门 会坐视不管吗 他们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看我天门就此崛起 与他们共分杯羹吗 这 这不可能吧 他们不都自诩名门正派吗 难道会为了利益 向我天门出手 况且 我天门有老祖坐镇 他们不怕老祖吗 他们自然惧怕老祖 否则也不会给我们天门 参与先摩大比的名额 可一旦利益足够 这种畏惧便变得微不足道 早知道 美座灵境中的机缘 可是足以培育一个圣人境强者的 至于太虚秘境 更是有着成仙的机缘在其中 这等机缘 他们岂能甘心对五天门独占 万剑门见苍苑 且同无情门乌雅子 灵仙门灵天 特来找赵燕燃前辈 商议钥匙 想不到他们居然来得这么快 就这么不加遮掩 急不可耐吗 混账 什么狗屁商议钥匙 双尊前脚刚走 后脚这帮人便上门姿势 狼子野心 昭然若揭 何必再遮遮掩掩 虚伪 掌门 此时不必惊动老祖 让老神去应付他们 且慢 你上前交涉有用吗 他们摆明了不会轻易善罢甘休 我身为天门长教 不让他们惊扰老祖 是我的责任 还是让我去跟他们交涉吧 晚辈天门长教李可欣 好快 此人的速度恐怕与我相比也不逊色多少 天门中除了赵燕燃之外 还有此等人物 拜见各位前辈 哦 你便是李可欣 当年你以大能之境 力战天魔宗三大天元境长老的事迹 老夫也略有耳闻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前辈谬赞了 哼 现在做大的不出来 让小的出来顶着吗 今日我等前来 是找你家老祖商谈钥匙的 一个小小天门长门 也配与我等对话 你懂不懂什么叫规矩 去叫赵燕燃出来跟我们说话 赵死 你是何人 胆敢直呼我天门老祖姓名 我李可欣尊你为前辈 可你别蹬鼻子上脸 家世再怎么说 也是你们的前辈 我不懂规矩 我看不懂规矩的人 是你爸 你师父难道没教你 什么是掌幼尊碑吗 你 少少一个出入天元三境的修士 也敢出言不逊 也好 让我替你师尊赵燕燃 好好管救下你这个小辈 烟火燎原 不好 死人好生霸道 这一招如不能接住 只怕整个天门都会被这一招的余波摧毁大半 我们跟他拼了 灵力画红 这是仙人手段 小心 下一招如你 赵燕燕燕燕нее 相上最后 海派红 签营 秦宇啊 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吗 非要来自取命啊 赵殿 李清禾 秦价血肠 今日必将战耳人血债血肠 你的行为 不可能 他明明已经经骂这次来成为废人 怎么会 让我真正正能来吧 千亿 大 大狱兄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准 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爆 与游户头开始新的冒险 这都是些什么呀 退出 我要退出游戏 怎么这么倒霉呀 怎么办 我们今天晚上都逼到无路可逃了 快逃啊 他们来了 我们今天晚上都 我们今天晚上都要走 我们出去跳了 哈哈哈 我都躲到八层地下室了 这也能被找到 我将梦凡 满色沦陷的一百区 几十年前 这个世界出现了数不清的怪兽 恭喜副主完成被动系统考核任务 为了抵御怪兽的亲戏 绝境中的人们开发出了图灵 拥有了对抗怪兽的力量 这些人便是图灵师 大家亮出本命图灵 三尺小木棍 一型图灵师 普通的板砖 这破板砖 好饿啊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 我要吃了你 人类 借你小命一样 不 不可能 你能鸣记和凡人无异 不 饶我一边 哈哈 接下来 就让我见识一下 无敌剑狱 到底有多强吧 来